自博烧烤到底为什么这么火 我们栏目组决定派我出马 带大家去尝尝去看一看 自博烧烤到底是什么样的 本来我们是应该乘坐 这个G1063列车到自博 但是今天呢 我们是坐到青州 为什么坐到青州呢 因为自博的现在跨周末的酒店 已经没有了 已经全都订满了 青州是离自博的临滋区非常近 只有十几公里 您好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到自博市奔着这个烧烤来的吗 那还能喂 准备在这待几天啊 就待到两天吧 那就专门为了吃一顿烧烤吗 对 请您来一趟 随时 你们呢 济南 济南过来 请您住一站牌 经过了三个半小时 我们到了青州 不知道这些在青州下车的人里有多少是和我们一样的啊 是因为自博没有酒店了 只能住到青州来 我们从青州驱车大概三十五分钟到了资博市临滋区的这个临滋大院 这是最著名的一个烧烤广场 现在是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四十分 这个周围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已经有很多的车已经在那停满了 包括也有已经有客人在那进出了 您好 你们是来吃烧烤吗 对 你们是干什么这么早 放牌队吧 放牌队吧 对 他们下午三点就好了 因为我来巧克力一下也太多了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青岛来的 青岛来的 对 好的 好 谢谢 现在是抢桌子的环节 抢桌子环节 对 怎么抢 就是你看哪里有空你赶紧去坐 要不然一会就没有了 然后没有了呢 你就得开始排队 就开始走 你们已经抢好了是吧 对 我看两个段有十之前来的 两段是之前来的 我如果假设我六点 马上六点到这来的话 会什么结果 十二点能吃上吧 就排不上吧 对对对对 太火了没办法 所以我们一般不来了 我们都把这些地方让给外地来的朋友们来吃 现在我们要是招待外地来的朋友 中午饭和晚饭基本上顿顿可以烧烤 一打嗝都是烧烤味 既然来到这里 怎么能不体验一下这个吸引全国时刻的特色烧烤呢 我决定亲自尝一尝 这是我的任务 也是我的私心 现在呢是下午五点半 然后天慢慢的推下来了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后边已经全都坐满了 因为这个客人太多 所以当地的这个服务员不够 所以需要我们自己看菜单 自己写菜单 我点了一些 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会看到了一些 自博烧烤有特色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带给五分肉 金铃羊肉 包括小葱酱和小饼之类的 现在我去浇一下单子 我们的肉来了 他们都是烤到七八分熟 然后会让客人自己决定 想吃嫩点的还是老一点的 自己在那处理 因为服务员确实太忙了 所以我必须自己去拿这些饼啊 小葱之类的东西 然后根据网络上大家一致欢迎的吃法 我们把这个饼要在这个炉子上稍微熏一下 它会更脆 我看到网上是这样的 要把这个饼折一下 然后蘸一下这个酱 再把它展开 这样就变成了这一道 你都有酱吧 我们把小葱加上 我呢比较喜欢吃肉 所以呢 咱们先用两串试试吧 过几人 音乐声响起来了 这个大家为什么受欢迎 是因为这个肉 它调味调得非常好 我们没有撒任何的调料 五花肉的皮是酥脆的 加上葱的这种香 这实是一个 我觉得在全国可以 有特点的吃法算是 山东的大爷现在在拍我 您是山东哪里的 自博的 自博的 哦 当地的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 从北京过来的 专门试试咱们的这个烧烤 好 好 谢谢 大爷现在在看我吃法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不知道 为什么有很多围观群众 非常好 谢谢大家 加个葱 炮过山葱 加个小葱 加葱了 好 谢谢大爷 感觉很不错 除了这个氛围啊 还有烧烤这个味道啊 全是都不错 我们刚刚吃完了这顿饭 我们两个人一起吃 吃得很饱了已经 完了结账的价格是 132块钱 我认为这个价格是 非常亲民的 后面大家已经 能看得很热闹了 大家在一边吃 一边喝 一边围着在那唱歌 我们去看一下 你们是原本不是你桌的 对 我们是两桌拼一桌 两桌拼的一桌 原来认识吗 不认识 那怎么就聊到一块了 这不是青岛的 叫林寺来了 我们林寺的 这表现一下 您是林寺当地的 对 我们是林寺当地的 你们是青岛的 青岛的 对 是专门被创考来的 对 主要是这范围 咱们认为很热情 我们就喜欢怪的 我切两个 你都可以尝 我这细个识 我相信你 生意怎么样 很好 很好 我就感谢外地的 朋友 他们来了之后 带着我们整个 这林寺市的经济 太感谢他们了 我这带家 带了孩子 带了三年了 我还想出来上班 我没有工作可以找 我就是晚上有考 所以说我很感谢 好开心啊在这 除了卖东西 赚钱开心 还有别的开心吗 开心 我跟你说 我在这平时卖东西 卖到十点多 我就卖完了 我在这 我看他们唱歌跳舞 我是真开心啊 我看 资博的烧烤 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 好吃 实惠 还是网络营销的程度 我们听到了多种 不同的分析 但始终没有一个 明确的结论 我突然想到了 来资博的路上 出租车司机 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 疫情期间 资博那个 大学生吗不是 他们说是来了两千多人 他们来资博以后 资博 资博政府拿他们信号 最后在走的时候 播下所有的烧烤点来 请他们吃了一顿烧烤 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根据司机师傅提供的线索 查到了新闻来源 2022年5月 山东大学因疫情防控需要 有数千大学生被转运至资博方舱隔离点 在一周的时间里 他们得到了非常细心温暖的照顾 离开资博返校的前一晚 官方在资博室内的烧烤店采购 送到隔离点 让大学生们品尝到了资博的特色烧烤 我们辗转找到了当时 在资博市临资区隔离的大学生 晚餐又到了 山东的大煎 只有可能努力干饭 要不然干得完 盛情难碎了 今天吃小烧烤 太香了吧 好想哭了 早都听说 铃子的小烧烤 是这个 这也太好吃 这应该是 我们在这儿最后一顿晚餐了 明天上午我们就应该返校了 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 铃子去隔离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每一餐都吃得好幸福 比如他们的大学生来赶面 也就是 也就是父母 大学生这个东西 他号召率很强 忙着又忙忙着 把一下就推下来了 现在的资格 餐饮业带动的酒店 出租车等相关服务行业 全都忙碌了起来 让这座城市的人们都感到突然 出货出货 快快些出货出货 这一些是五花肉 对五花肉 这一把是一份是吗 对一把一份 这一把是多少钱 这一把是四十二十串 也就是两块钱一串 对 那这个很亲民的价格 您要烤到几点 我妈还在这边干活 我妈为了我 我的为了下一代 就是我又回了 怎么办 烤了有多少串今天 六七千串 这肉都没了现在 没了没了 就卖到这了 卖到这了 还有没有切 切不动了 烤不动了 现在是马上就晚上的十一点半了 曹师傅的店里 其实还有很多客人 但是今天的肉全都卖完了 穿好的肉 我以为他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看到他还得准备明天的这个工作 您那个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三年前 这个院刚建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批 第一批开的 第一批 那个时候的生意跟现在比 那时候跟现在人家发展 没想到 去年就好了 但是今年是最好的 小张辉 会这么好 曹老板 名叫曹小辉 44岁 是吉林人 18岁时 就随父母一起 到了山东围峰 以在街边摆烧烤摊为生 可以说 他从自己挣钱的第一天起 就与烧烤为败 从未间断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这牛肉才六块五斤 十块钱三十块 那个时候干的时候 很特别特别 比现在还要累 现在牛肉的话 多少钱 现在牛肉三十九 从六块涨到三十九 整个过程 您都经历了 都经历了 一点一点都经历 那个时候 就卖个 千八百块钱了 还真一类 自从资博烧烤 火并全国以后 曹老板的烧烤店 扩留链基增 本来就人手紧缺 这下更是难以应付 他的妻子 刚刚产下第二个孩子 不得不再出了月子的第一天 就来店里帮忙 您是刚生完孩子 刚出月子 生完孩子四十多天才 那就出来这么 对呀 你干活呀 没有了 没有肉了 不好意思啊 刚出月子第一天 就出来干活 那你孩子生的时候 也是已经忙去了 忙起来了 我就赶紧上上医院 上上医院抛肤产 当天 当天就抛了 抛了把孩子抱上来 抱到病房 我就走了 等满月了 才抱着第二次 你说我回去了吧 就挺晚 他们就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呢 我早上起来呢 他们没醒了我就走了 早上推到门看看 看我儿子在那边 忽忽碎呢 看两眼就走了 我现在情人节 什么时候也出不去 虽然 送到那里 我没什么送 送到把牛肉了 哈哈哈哈 一把牛肉串 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 自己想出来的 我们正在穿肉呢 然后说是青年节 然后就拿了一把牛肉串 然后你什么感觉当时 牛肉串也行 总比啥没有强 牛肉串也挺幸福的 这肉更实惠送肉 很惊醒吧当时 对 你没想过 都没想过 他会送我东西 真的是 我们现在来到了 自博火车站 我们看到在火车站 一出站的 网友手边 这边就有一个叫 自博烧烤公交专线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 每一站都是有烧烤店吗 不是 你得看哪个地方 大部分是有 大部分就有 那比如说有什么 您能够推荐的 比较好的 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上面也有一些 你看小海洋 这不是自己的标的 不要标注 对 还有沐阳村是在这里 行行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水南来的 我们两个就是上沐阳村吃个饭 你是从哪来的呀 沈阳来的 您打算去哪家店啊 不知道 当时看哪家热闹 从哪下您知道吗 也不知道 那 大家从哪下 哦 隋大六下 对对对 这哪下的人多 你也从哪下 对 就是从这儿好 好 这一站 大家能看到大家都从这儿下车很多啊 下车员 都是到这个沐阳村烧烤的 行 没有位置了 没有位置了 不好意思 这个公司有位置的 这团件团件 团件预定了 不好意思 今天已经满了 不接 对对对 满了已经 那排号呢 不排号 我们家不排号 因为八点以后 不知道有没有入 所以说没法排号 请问一下 现在如果排号的话 还有号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哦 如果我想晚上更晚餐的话 我需要几点过来排号 然而今天来说的话 两点过来 或一点 中午一两点 排晚上的桌子 只是我们家 别的家我不敢保证 哦 好的 谢谢 谢谢 您好 您们是从哪儿来的 江苏苏钱 刚刚到 刚刚到 跟人家拼桌的 拼桌的 没有位置了 他说你们是拼桌的是吗 对对对 拼桌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江西 说能不能拼桌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骑一骑 山东人民这么热情 那我们江西的肯定也要热情 明白明白 不用说的 咱们换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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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边 还有很多人往里进 然后这边 很多人往里出 进的人他们不知道 其实现在进去已经晚了 今天晚上已经不可能 有他们的位子了 出的人是得知 晚上排不到位子以后 出来可能要寻找 别的地方去吃了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是没有排到号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只能太多了 那现在打算去哪儿啊 找个别的地方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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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南南 河南南南 来了 800公里 就为了这个烧烤吗 不 为了滋伯的人情味 好 为了氛围 跟烧烤无关 感受到了吗这氛围 感受到了 你喝一杯我喝就感受到了 我喝一杯啊 喝客山东热情之国 对大哥的非得让我喝一杯再走 让我就跟大哥碰一杯好吧 咱们今天那边 好好好 咱们氛围 为了氛围 对那里拉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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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听你说什么 他们在这吃 您又非常幸福 您是当地人吗 我是当地人 就在这个边上住 但是过去这个地方 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吃 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 一夜之间 这就成了吸引全国各地来打卡 来消费的美食环境 它到底活在哪 干什么 感受这份烟火器 就以这桌为例 他们坐在这 绝大多数都互不相识 但坐下来 就是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 很感动 我已经被他们感动得无可头地 真的 太好了 谢谢你们 我也代表 我不敢代表自我人民 我代表我自己 代表我家人 我们也是山东人 是吧 感谢你们 太棒了 太棒了 你们是从哪来的 山东 山东什么地方 维方过来 维方很近 经常会到这边来吃商行 第一次 这两位是广东来的 广东来的 温暖厂商 温暖厂商 你们之前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我今天拼桌了 我了解盘景的 明日盘景 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拼桌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们是一堆朋友 约着一起过来的 后来现在了解到他们其实都不认识 好像每桌都是这样的情况吧 基本上 对 基本上 坐在一边 来自全国各地的啊 这三个里边又定了 现在刚下高速呢 刚下四个的高速呢 这边是什么有医生口的啊 对对对 同外地过来的 加的微信 发的那个账单 然后呢先点的 看都凉了 打了 没打不打 什么事情没打 蛋糕叫什么东西 你看看 羊肉上了 一份是两份 一份 十六个虾 二八二十六个虾 那十个虾你给烤了是吧 十个虾 他加的那十个虾 那个二八二十九 是 烤一份十个虾 好的 十个虾 毛家慧和李敏是一对夫妻 在自己当老板以前 毛家慧在多家餐厅打工做厨师 他的妻子李敏做了八年的全职主妇 三年前 林芝区将一座建材市场 改造成了林芝大院烧烤广场 因为最初的门面都是简易房 租金不高 他们夫妻二人决心拼一把 投资十几万元 开启了这家烧烤店 二十二十一 快点走啊 快点啊 我听老婆说 你们俩孩子就是老人带着现在 对对对 我们俩没时间呀 不常见了都 二十八的生蚝画单子 好嘞 也就星期六星天能过来玩玩 而且还是自己在那玩 那就是钱挣的多了 但是亲情方面就得牺牲一点 这也是改变 对 趁着年轻多挣点 这家烧烤店刚开起来的时候 每晚大概只有两三周客人 夫妻两个清闲 也焦虑 直到2022年下半年才有好者 现在更是不同 他们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一直要干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才能收工 客人都走了 然后终于轮到我们休息了 因为忙的时候吧 满脑子都是活 就生怕给顾客耽误了东西 上不去菜 让顾客等很长时间 你比如说吃饭就松这么一会儿 吃完饭怎么可以干这些 然后开单子明天买什么东西 然后收拾一下卫生 就看需要什么的时候 再准备点备 有一次我还干了通宵呢 对 因为忙不出来 那我就加班干了 一晚上没回家 我就要哭了他还不回去 气死我了 会睡一着他回来干呗 就把明天忙不出来 把我送回家他又回来干活了 你怎么就哭了 疼外 心疼外 我平时是看着女孩子 我其实特别爱哭的一个人 那你们俩还现在吗 他现在是在哪 他爷爷奶奶家 但是你们现在回去 也不可能说回来看来 他也肯定睡觉了 对 我以前的时候会下老板 如果那个楼下 我会牵上他上去 看看他两个 然后再牵上他把门放上去 牵上他回家 所以我没感觉 真的 说实话 回家躺下 我们两个受不了一句话 就睡了 说我说梦话 哪个楼拿什么 哪个楼拿什么 你去哪啊 你去啊 你快点下菜啊 你说梦话 我经常说梦话 把它吵醒 我们不知道 现在的资博 还有多少睡梦中 也在忙碌的烧烤店老板 他们在疲惫中 如何面对这个机遇 改变自己的生活 越干越有劲 越烤越来劲 有谁会嫌的钱 更多 累瘦的 说实话挺开心 非常欢迎他们来 因为我们 资博的烧烤好吃呗 就这么着 对这个原本平凡普通的城市来说 它火了 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 也有很多和它一样平凡的城市 正在追逐它的脚步 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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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 生与自补 幸福 谢谢 欢迎到北方去啊 坐好 坐好 最热情 最热情 明道自博朋友们最热情的 千秋山 今天就为您播出五粮夜十序直动车 请不吝点赞